各位兄姐妹,心靈珍寶今天的主題是 《神是我們最大的喜樂》第二部分 詩篇第43篇第5節講到 如果我們想錯了,就會繁粗幽滿 很重要是去仰望神 祂不單止會幫助我們 也都會令我們念上重現笑容 神最喜樂,我們到祂那裡 與祂親近,被祂影響 自然都會成為最喜樂的人 神是我們的樂中之樂 我們都要以最燦爛的笑容 去回應祂和祂的愛 第5節 我心理你為何憂悶,或在裡面煩錯 我不應該說的 只是想錯了才會說 所以詩人都會憂悶、煩錯 有些想得不準確,是錯了 祂應該怎樣呢?現在應該要仰望神 祂應該要稱讚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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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應該要念上的光榮 雖然不應該休緩 但有慘忧 在在煩錯裡面 神就會是你面上的光榮 原本作幫助 一輩子笑回來 你的面上得到幫助 神就會是你面上的幫助 現在你的臉 就是笑回來 可以說是靚回來 祂的面上的光榮 可以說是光榮 你的臉 好像光彩 是我的神 這個聖經 不單看見到神的喜樂 我們都以神為我最喜樂 要視你成為最喜樂的人 你想成為最喜樂的人 一定是以神做你最喜樂的神 你才能成為最喜樂的人 在那裏是無止境 地上的法律也有限 所以我要走到祭壇 去到我最喜樂的神 那裏 你會成為最喜樂的人 好像祂是最喜樂的神 那裏 我們應該有這個喜樂回應祂 因爲我們這麽大的喜樂 偶寶的聖經 說得太清楚了 弟兄姊妹 我們真的走到神的祭壇那裏 走到十個大愛那裏 祂把自己的點給我們 熱熱愛那裏 深深的享受吸吹 你都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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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成為 最經歷這位 最喜樂的神 他都成為你最喜樂的神 靠你 靠你 靠你發出你的亮光 我讚實好恩都無 帶我 帶我到你的聖神 到你的居所 到你的居所 我就走到新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新那里 新那我的山 我要贪贪请赞你 请赞你 我的山那我的山那 你为何有门有门 为何尽我里面犯错 应当仰望神 仰望神 仁我还要请赞他 仁我还要请赞他 仰望神 最后你会清晨他 你要经历他的帮助 改变你自己 祂是我念相的帮助 是我的山 是我的神 那余文是讲帮助的 我再唱回光荣那里 祂是我念相的光荣 是我的神 是我的神 我保贵之神 我都有个心 到神的居所 就是去亲近他 去经历他自己 那我们都要去 那我们都要走到祭坛那里 那我们都要走到祭坛那里 保贵我每天亲人他 都去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那里 他能够变化我们 提醒我们 让他起来 这是我很多年的经历 相信我说刚才那个余文是什么意思 有逆造点 或者不是逆造 就是他将它讲出去 刚才说最喜乐的神 那里就是 有些说到他 余文是这么什么意思 就是 Gladness 这要起来的 The gladness of my joy 这已经已经发落了 那它是Gladness of my joy 可以说就是 乐中的乐 神就跟乐中的乐 慰eln Hoch的乐 就是他们最喜乐的神 我过去 经常 在ав sol 不过上 我ующ了主 是太气 我应该 бог 整个 conscious 我认为你的笑容都不够,你是要Extremely Happy 的快乐。 但我也想我和你,有最灿烂的笑容,回应他的一份烈焰的爱。 愿我昼夜藏回桂花,展开笑容Extremely Happy, 用最灿烂的笑容,回应主你夜华烈焰的情爱。 回应主你最美丽烈焰的情爱。 每天亲人主途,每天周夜,提醒自己, 神也是如此启徒的神,爱你如此厉害,我都是Extremely Happy。 因为身体已经有一个心灵,要矛盾就很难, 收藏你也有一个橙眼的笑容, 全是这样回应。 愿我昼夜将回桂花,展开笑容Extremely Happy, 愿我昼夜与他,愿我昼夜送进来。 愿我昼夜持下,愿我昼夜被电影猶要窄エ了。 愿我昼夜将回桂花,展开笑容Extremely Happy, 愿我昼夜将回桂花. 最燦爛甜美笑容 歡迎你最未來烈熱情愛